7月2日 中国著名歌手陈红 在南加州比华丽山庄 举行了一场名为 《常回家看看舞动洛杉矶》的新闻发布会 并发布了多首经典曲目的新MV 来自南加州好莱坞的影视明星 电影导演及商骨名媛 近200人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常回家看看舞动洛杉矶》 陈红健康时间的全球的新闻发布会 那是由加达尔集团全力赞助 全权赞助我们这次新闻发布会 那我们大家会看到 我们陈红来到了洛杉矶 两周不到 就制作了这次新的New Music MV 陈红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歌手 早在1990年就活跃于中国大陆歌坛 曾经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亚洲十大金举获奖者 陈红也曾参与过2008年 奥运会同一首歌主题音乐会 并且曾担任过纪录片 《走向海洋》的总编导 他的成名曲常回家看看 在中国乃至亚洲国家传唱至今 在发布会上 陈红介绍说 自己曾在2018年因为腰椎问题 病倒在床 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 在他不断努力 并且通过健身舞蹈 最终重新站起来后 深知健康的重要性 于是他希望把这些健康舞蹈 通过自己的编排和整理 系统地传授给民众 希望教导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次我来洛杉矶呢 主要是将我的一些经典的老哥 用一种舞蹈的形式 呈现出来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曾经做过一次腰脊椎的手术 当时病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经过了在美国医生的治疗的情况下呢 我开始了做康复运动 那么在康复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我知道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把近一年多的康复运动 包括健身运动以及舞蹈 还有我演唱的歌曲 进行了一次融合 那么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份健康的理念 健康的生活方式 能够带给中国的朋友们 同时呢也能带给美国的朋友们 当天的发布会 由国际双语主持人周正访谈节目制作人周正 和来自好莱坞的电视主持人 贝瑞阿克图连妹主持 发布会上还播放了 陈红与好莱坞团队 Beverly Fields合作的 在四周时间里拍摄制作完成的 感恩的心 吉米来吧 梦里水香和欢乐时光 四首经典老歌的新MV 据悉这四首新MV 将在当地的城市卫视 汉天卫视播出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